中國軍機昨天是派出二十九架來擾臺 寫下今年第三高的記錄 引發兩岸情勢緊張 外界解讀除了恫嚇臺灣 還有徵搜國軍在屏東操演的意味濃厚 最受瞩目的是一架運遊二十 他罕見亮相 可以執行空中加油 專家指出能夠延伸共機的打擊距離 共軍加大擾臺力道 二十一號派出高達二十九架軍機 進入我西南空域 寫下今年第三高記錄 而且國軍正好在屏東展開實彈操演 共軍出動運八電針機 轟六機 運九通信對抗機 在飛入我西南防空識別區後 進一步飛往南面巴士海峽 再轉往我東南防空識別區 徵收勤資的意圖明顯 此外這回大規模陣仗中 最受瞩目的是運遊二十機 可執行空中加油 延長戰機在空時間 專家示警恐延伸共機的打擊距離 有別於過去共機繞台行徑 專家分析共軍這回才多架次 拉長老台時間 可能進行戰場經營 執行組合式編隊演訓 壓縮我空防反應時間 讓我空軍疲於奔波 若持續對台打消耗戰 對國軍相當不利 對此專家建議 國軍可發展無人機反制 而共軍的舉動也引起美方重視 美國國務院敦促中國停止脅迫臺灣 普萊斯重申 臺灣海峽是國際水域 而臺海的和平穩定 對世界有長遠的利益 因此美方未來會持續在國際法允許的任何地方 包含臺海在內展開飛行航行和執行任務 記者黃子鐵 陳信隆 台北報導